我們想談就是現在大家都很關注 各地媒體都很關注的 立陶宛的總統和總理就台灣代表問題有所爭執 大家都知道去年年中開始立陶宛政府就說把台灣原先的辦事處 就好像香港那樣叫做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稍微升格 叫做台灣代表處 其實這只是一個姿態上的問題 沒什麼大改變 在立陶宛方面當然是一方面希望維持跟台灣的經濟文化貿易的關係 但是也都是維持一個中國的立場 跟台灣關係升格 當然就是因為在立陶宛政府就表示有一個價值取向的外交 就是要支持那些民主的政府 也當然是表示對中國的人權 等等的問題的不滿的 所以這件事就引起一些風波 當然北京就很不滿意了 但是最近上星期1月4日 然後立陶宛總統就說 我們這樣做 將他叫做台灣代表處 是一個錯誤 其實主要就反映總統和總理的不滿 當然我們就對立陶宛的政制不是很熟悉 他是一個所謂的半董總統制 總統就是選民國民直接選舉產生的 總理就由他任命 雖然說是由他任命 但是他的選擇權都是有限的 你要選一個總理 這個總理一定要是在國會有多數支持的 他在國會沒有多數支持 他怎麼做總理呢 國會擁有多數支持的政黨領袖 是很有限的 他一定都是那個人 而這個總統就沒有權罷免總理的 就是他委任了總理 他沒有權罷免總理 沒有權罷免部長 以及解散國會 意思就是說 這個總理這個政府 在下一次國會選舉之前 如果他在國會中有多數支持呢 他可以繼續執政 當然就是總統在這個外交政策上有幾大影響力呢 就是一個爭議的地方 他現在發表意見之後呢 當然呢 這個立委員的外長就表示說 喂 開設台灣代表處的問題 曾經跟這個總統討論過 協調過的 並沒有將總統呢 排除在這個決策過程之外呢 那這個總統呢 當然就說 喂 這個內閣呢 現任的內閣 總理呀 外長呢 就說 外交政策呢 很少徵求他的意見 於是你看到呢 撫軟 即是這個內閣的不和 那這些這樣的憲制上的爭執呢 就很難是即時間解決的 那麼我們見到呢 就是 不過呢 這個總理和外長 以及政府的支持度呢 是跌著 根據民意調查呢 就看見這個總理的支持度呢 只有30.5%而已 在去年12月 不支持的不支持度呢 去到52% 外長就更差 支持度是15.3% 不支持度呢 就是去到66.4% 那整個政府的支持度呢 就是17.3% 不支持度呢 是去到47.8% 相對來說 這個總統就很受歡迎哦 這個總統的支持度呢 就是去到52.5% 那所以呢 就是 大家會當然呢 就是 這個政府呢 大概可以撐到下次選舉呀 那下次選舉又怎樣呢 會不會有變數呢 那如果他呢 下次選舉失利 第二些政黨上台 那外交政策會不會有變化呢 在國民方面呢 就是支持對台灣 支持這個政府對台灣有所作為呢 呢 去到百分之四十 反對政府對台灣有所作為呢 去到百分之四十 那所以看到呢 就是這個政策在社會上呢 的支持度呢 不算高的 那當然呢 就是這個 這個總統和總統和總理呢 呢 曾經呢 在2019年呢 競爭 一起選總統的 那就是總理落敗 那但是這個總理呢 就是 那現在 當然呢 剛才解釋過呢 就是 這個總理 這個內閣是繼續掌權 那是繼續呢 繼續呢 表示呢 維持現在的 對台政策 台灣方面呢 也都明白這個形勢 就力挺立陶宛政府的 那台灣駐立陶宛的代表呢 黃君耀呢 就表示呢 繼續對立陶宛 進行呢 二億美金的產業投資 立陶宛外交部 表示歡迎的話呢 是繼續呢 跟台灣就這個 半導體呀 這個科技 生物科技呀 雷射呀 那這些 先進的產業呢 高科技的產業呢 進行合作 聽說呢 就是這個 這個立陶宛呢 就這個雷射 高科技方面呢 是有相當的成就的 那其實呢 立陶宛這個國家呢 就比較小的 只有幾百萬人 跟中國的貿易額 跟台灣的貿易額呢 都是有限的 那大家的關注點呢 其實就是 立陶宛採取這樣的立場 歐盟呢 當初呢 是表示支持的 那中國呢 當然呢 就很怕呢 立陶宛開個線例 那就不但呢 立陶宛 輸往中國的貨品呢 是處處留難 還有時呢 還傳出消息 就海關呢 將這個立陶宛呢 除名 就是不給你立陶宛呢 的貨品進口 那而且呢 就是 就是在歐盟內部啦 有很多貨物呢 都是可能呢 立陶宛呢 都有份參與的 就是那個生產鏈呢 立陶宛有份參與 那這些貨品呢 也都成為呢 中國打擊的對象 那中國也都要求一眾跨國公司呢 斷絕和立陶宛的關係 那自然呢 你會看到有些商業機構呢 就是要討好中國呢 是會這樣做的 那剛才說的 最大的關注點呢 就是了 立陶宛這樣做 歐盟是不是去撐立陶宛呢 甚至歐盟內部的一些國家 譬如說捷克那些 會不會跟著立陶宛這樣做呢 那所以呢 你見到的賭注呢 就是比較重一些 也都為什麼呢 台灣呢 是力撐的 那立陶宛聽說 最近呢 有二萬瓶Rum走呢 就中國海關呢 不收 那台灣呢 立刻呢 出錢呢 買了它 那當然呢 這種做法呢 不能夠長範難顧的 那你總不能夠把立陶宛輸出中國的東西都買了的 就是台灣作為一個自由貿易的國家 不可以這樣做 不可以長期這樣做 那當然呢 更加重要的一個問題呢 就是聽說呢 就是美國呢 也都是在考慮著呢 是不是呢 是根據 根據這個立陶宛 那就是把台灣的代表處呢 美國的代表處呢 升格 叫做台灣代表處 不是叫做台北的經濟文化代表處 那台灣民主黨政府駐美國代表呢 蕭美琴呢 也都表示呢 繼續呢 跟美國商量這件事的 那所以你會看到呢 就是因為牽涉到歐盟 牽涉到美國 這個中國非常之重視 也都會呢 出力呢 去打擊立陶宛 希望立威 那針對這個總統的言論呢 北京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呢 就說 立陶宛政府呢 終於認識到這個錯誤 是行出正確的一步 不過更加重要呢 就要採取行動 糾正錯誤 那當然呢 北京可以叫武揚威一陣 那關鍵呢 還是這個歐盟和美國的行動 那其實呢 大家都明白到呢 就好像立陶宛這些民主的國家呢 這些西方 歐美國家呢 當然呢 是支持民主的 那但是 支持民主 制裁中國 要付出經濟代價的時候 他們願不願意 忍痛付出代價呢 這個就是一個考驗了 這個也是為什麼呢 中國現在呢 是全力去打擊立陶宛 而台灣呢 也都是嘗試呢 一力支持立陶宛的基本原因 最後一個話題呢 我們就講一下香港 目前呢 大家都談到很多的一個洪門宴的問題 那大家那個細節都聽過很多報道的了 那其實我們今天呢 就看看這個這樣的事件 所反映的香港現在的新的官場的生態 那最近呢 我們看到呢 就是大公文匯呢 就大罵《明報》 說《明報》是不是想呢 學《蘋果日報》那樣 那主要大概的原因呢 大家估計呢 就是因為《明報》這件事呢 報導比較多 那於是呢 就引起了黨媒的不滿 覺得《明報》是不是呢 現在《蘋果》沒有了 《明報》就想學《蘋果》呢 那其實大家也都見得到呢 市民在網上的討論是很多的 那這種討論呢 當然就是反映市民的不滿啦 那對於香港政府現在官場的表現是非常之不滿意 以致這件事件呢 吸引起大家的注意 大家也罵下這些高官 發洩一下 反正呢 既然呢 政府都認為這些高官要制裁 那罵他們 都不觸犯《國安法》啦 那雖然現在呢 大公文匯就罵《明報》 問他是不是想學《蘋果》 那其實大家也都關心這件事呢 也都想看到現在這個香港的新的政治精英 的總統的關係的網絡 那首先我們看到啦 現在呢 立法會選舉完畢啦 那高官 大家也都熟悉 新的立法會呢 大家不是太熟 那也都見過他們的 這件事 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表現 那首先你 看到第一個關係網 就是很多是那個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那四十個人 那其中這些就差不多呢 曾十幾二十個呢 就去參加了這個宴會的 那當然呢 你會看到啦 那你是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喔 那你自然呢 就要向你的選民 選民就是你那千個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啦 啊 交代 那有機會現在要跟他打一下交道 那這位洪先生 作為人大代表 那自然呢 就是啊 啊 是選民啦 那你見得到呢 這些 那些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議員呢 啊 也都是他很努力維持著這個 這樣的關係網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又會看到呢 就是看他參加這個宴會的名單呢 有很多呢 就是啊 那些高官的政治助理 那些局長的政治助理 那這個也都反映出現在官場的關係網絡 就是就算有些高官不參加呢 喂 都要給免送份禮 派自己的政治助理去捧牆 那以致你看到那個出席名單呢 就有很多政治助理的 那這些政治助理都代表他的 他的老闆啦 是啊 他上司 啊 進行政治公關的工作 啊 那從現在你都見得到呢 這張網絡的種種的關係 那香港的媒體呢 啊 過去一兩年呢 也都有指出過 就說現在呢 似乎香港政府的高官中呢 那幾個部隊出身的呢 了呢 呢 越來越多呢 那啊 那我們啊 我們看到啊... 正….. 政務司司長 李家超 對落保安局局長啊 那啊 以及各個議 entsify 紀律部隊的首長 都成為官場的紅人 自然是指消比將 紀律部隊出身的高官 和傳統的政務官系統出身的高官 那個勢力的指消比將是明顯的 你也看到這些紀律部隊出身的高官 近期的表現的確是挺不理想的 從那些色情場所打骨 收禮 收受口禮 出席種種的宴會 到現在這個洪門宴 整天都看到這些紀律部隊的首長 為什麼他們成為紅人之後 他們的種種的官場的關係網裡面 是很活躍 其實你看到 在《基本法》那裡都反映了這個情況 《基本法》草議的時候 你看到中共的領導人很重視紀律部隊的 規定除了施局長要由中央任命之外 紀律部隊的首長 比如海關關長 入境處處長 入境處處長 當然啦 警務處處長 都要由中央任命的 可以見中央非常非常重視紀律部隊 回歸之後呢 紀律部隊和國內的 同事的交流是很多的 經常跟國內有種種的交流啊 大家是開研討會啊 互相互訪問啊 是多的 相信北京呢 也有機會呢 很仔細觀察呢 紀律部隊中的高官 看看哪些是可造之才 那果然我們見到呢 近年呢 紀律部隊的高官呢 不但呢 是成為官場的顯耀呢 爭取的對象 那你見到這位洪先生呢 那個生日派對的主角呢 就是前海的重要負責人的 在前海做生意 那大概這一類的商場的領袖呢 也都很重視呢 跟這個海關啊 跟這個入境處啊打交道 所以我們見到很多時候 這些親中陣營的顯貴請客呢 都經常有這些紀律部隊的高官 有警察 有這個廉政公署 還有入境處 海關關長 那些人齊齊的 那就是不知為什麼這些紀律部隊的高官呢 嘛 Rudolf 也都是呢 很樂意 很積極的參與的喔 那大概如果他們 想在冠場上繼續駿升 甚至退休,好像黎棟國一樣,退休下來選立法會,自然也要討好紅潮的顯貴 因為他們也是選舉委員會的成員,這張網網時常都透過這些醜聞,經常曝光 在市民來說當然會覺得現在在疫情的情況下,政府為了打擊疫情 對市民有很多要求,防疫工作之中很多措施對市民造成不便 當然市民一方也理解,防疫也要守這個規矩 但是自己守規矩,忍受種種不便之餘,就看到這些公官也不守規矩 為什麼他也不守規矩呢?用不安心出行呢?有些也不用 出了事有些也不認數,遲了兩三天才說自己有份參加 更加離譜當然何君堯這些,自己犯了規矩,觸犯了規條,還大罵特首 是不是這些人自己以為和國內關係好,就有恥無恐呢? 這些都是為什麼這個洪門宴呢?引起很多關注,引起很多市民 茶餘飯後的討論的主要原因,其實也都反映到 官場的生態,官場的生態,新的生態,也都是大家眼中見得到禮崩惡壞的 本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